佛陀开始教授三秤的弟子 先看二秤 一诸佛独 僧文重无数 在每一个佛陀教化的国度 有很多人是发出离心的 僧文重 他的修行 他以核心思想叫做苦地 因为他不断地观无常 所以他的结论是 闪觉是痛苦的 是要消灭的 那么在佛光的照射之下 西见比大众 僧文人就广修四地十二因缘 去向涅槃 或有朱比丘 在一山林中 持境界 犹如护明珠 不但修四地十二因缘 还延迟境界 这个是僧文重 再看菩萨重 又见诸菩萨 菩萨的心 跟僧文 僧文是从苦地切入 菩萨是从道地 菩萨说 三界 没有什么痛不痛苦 三界就是让我能够 积功累得的 我要借三界的因缘 来成就六度的功德 他从道地直修 那怎么办呢 就像布施实际忍入 利用生命在的时候 赶快积功累得 那么这些人有多少呢 奇数如红沙 石油佛光照 都是由光明所照射 又见诸菩萨 深入诸禅定 修四禅八定 那么收射身心 极然不动 以求无上道 这个是菩萨 不但是散乱心 修习福德之良 也开始收心 为修习禅智慧做准备 又见诸菩萨 知法即灭将 这个大正的智慧 跟小正的智慧不一样 小正的智慧 是无常无我 大正的智慧 是法本无生 一切法本来是 原己信空 他没有自信的 一切法本来就是极灭 各意其国土 说法求佛道 一方面 观一切法空 无我窝索 一方面以菩提心 来演说佛法 来教化众神 好 感谢观看